距离中国新说唱开播已经15天了,但是对于吴亦凡来说,这一周也许不是很好过。 周一的默感,周二的古铺,周三的刘玉手,周四的刘福阳,周五的赵天,以及昨天的毛建青,吴亦凡被读死了6天,就在昨天作为神话俱乐部足球运动员的毛建青,也公开在自己的微博读死了吴亦凡,直接质疑吴亦凡的说唱能力。 吴亦凡不是个好评委,而且还与吴亦凡的粉丝酷骂,不过好多网友也在质疑毛建青是蹭热度,作为足球运动员,为什么会抵作为歌手的吴亦凡? 其实毛建青也发布说唱歌曲,包括在神话的年会上也有露一首,所以各位看官你们支持谁呢?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